初学佛的人一定要了解的三件事 一、深信因果 因果之法 虽为佛法入门的初步 但是非常的重要 无论何人皆需深信 何谓因果 因者 毫比种子 下在田中 将来可以长成为果实 果者 譬如果实 自种子发芽 渐渐的开花结果 我们一生所作所为 有善有恶 将来报应不出下列 桃李重长成为桃李 作善报善 荆棘重长成为荆棘作恶报了 所以我们要避凶的急 消灾的福 必须要厚知善因 努力改过千善 将来才能够获得吉祥福德之好果 如果常作恶因 而要想免除凶货灾难 哪里能够得到呢 所以第一要劝大众深信因果 了知善恶报应一丝一毫也不会差 二、发菩提心 菩提二字是印度的范语 翻译为绝 也就是成佛的意思 发者是发起 不发菩提心者便是发起成佛的心 为什么要成佛呢 为利益一切众生 需如何修持乃能成佛呢 需广修一切善行 以上所说的要广修一切善行 利益一切众生 但需如何才能够彻底 须不住我相 所以发菩提心的人 应发以下之三种心 一、大致心 不住我相 此心虽非凡夫所能发 以应随分观察 二、大怨心 广修善行 三、大悲心 救众生苦 又发菩提心者 须发以下所计之四红誓愿 一、众生无边誓愿度 菩提心以大悲为体 所以先说度生 二、烦恼无尽誓愿断 愿一切众生 皆能断无尽之烦恼 三、法门无量誓愿学 愿一切众生 皆能学无量之法门 四、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一切众生 皆能成无上之佛道 或以烦恼以下之三愿 皆为我而发 如何说是愿一切众生 这里有两种解释 依旧想来说 我也就是众生中的意义 现在所说的众生 我也在其内 再进一步言 真发菩提心的 必须彻武法性平等 绝不见我与众生有什么差别 如是才能够真实和菩提心相应 所以现在发愿 说愿一切众生 有何防业 三、转修净土 既然已经发了菩提心 就应该努力地修持 但是佛所说的话门很多 身前难易种种不同 若修持的法门与根气不相契合 用力多而收效少 唐与根气相契合的 用力少而收效多 在这末法之时 大多数众生的根气 和哪一种法门最相契合呢 说起来只有净土宗 因为泛泛修其他法门的 在这五着恶事 无佛阴现之时 很是困难 若过专修净土法门 则以佛大慈大悲之力 往生极乐世界 见佛文法 宿正菩提 比较容易得多 所以龙树菩萨曾说 前为难行道 后为易行道 前如陆路不行 后如水道成传 关于净土法门的书籍 可以首先阅览者 出击敬业指南 印光法师家延路 印光法师文抄等 依此就可略知净土法门的门禁